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世音菩萨 你们怎么忍心把他们吃下去呢 学佛人不能这里口念佛 那里还在吃众生肉啊 我的孩子们 我看了实在泪流啊 地藏王菩萨 很多苦难众生 因前世造作很多恶业 今世投生为贫苦之人 一生奔波劳苦 匆忙一世后 福报用尽 在冥界投胎之时若无亲人超度 多会转世 投为畜生道 可怜 可悲 你师父慈悲为怀 一直到处弘法度众 劝说有缘众生吃素 也是见到了苏婆 国土苦难众生的将来去处 你们身为他的门下弟子 吃素戒杀是一定要做到的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07-9-19 答 天地游记是菩萨 直接委任他做的 一直做到现在了 他讲的东西 师父都验证的 你们要好好吃素 学佛人如果不吃素是修不好的 脏得一塌糊涂 想想猪吃什么饲料的 饲料多脏 你再吃他的肉 什么病都会生的